在地球上,西伯利亚给人们的印象是寒冷和空旷的 但是就在几年前,被冰雪封成了数万年的动物竟然在这里复活了 切尔斯基是俄罗斯东北部的一个城镇 位于西伯利亚洞土带,面积和法国相当 是地球上最为荒凉的地区之一了 在这里,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冰雪世界当中度过的 镇上的居民仅有两万,他们以放牧巡鹿为生 巡鹿的蹄子是很适合在雪地藏跑的 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极寒气候里面生存的动物了 巡鹿也因此荣幸地被圣诞老人选中 担当起来给圣诞老人拉雪橇的重任 切尔斯基历来以酷寒得名 曾经也因此被选为战斧集中营 在这里,想要困住犯人几乎不费摧毁之力 因为监狱之外,冰天雪地,犯人无处可逃 在监狱里面上轮活命,踏出监狱的大门寒冷与饥饿交加 想生存下来几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 如今,战斧集中营消失了 但是这块土地依然像禁地般的存在 极少有外来人口涉足 但是对于科学家而言 该地区可能会对探索地球的未来起到关键的作用 因为切尔斯基已经渐渐失去它最初的模样了 科学家在这里进行生态实力调查时 无意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线索 动土带融化的速度比预期的还要快得多 几年前,切尔斯基镇上的一栋大型建筑突然就垮塌了 调查发现坍塌起因是一片深达40米的永久动土融化了 松软的动土就无法支持地基 导致了整栋建筑物垮塌 但这个不是个例 科学家用钻头钻了几米的地下 竟然发现了浓浓的泥浆 这就让科学家们难以置信 切尔斯基可是世界上最冷的地区之一 即使在春季地面以下的土壤也都常年处于冰冻的状态 这座城市完全就是建立在永久动土之上的 要是冻土融化了,它也将随之坍塌不复存在了 小镇岌岌可危 但与之相比更可怕的事情也在同时发生 甲烷是地球上温室效应最强的气体之一 每分子甲烷的吸热量是二氧化碳的21倍 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层当中的甲烷含量 是世界陆地甲烷总量的四分之一 自上个冰河世纪以来 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就一直被封在永久动土层当中 一万年前至今只有极少量的甲烷会从这块冰封的土地下面逃逸出来 但是好了,现在这里的湖泊正在渐渐融化 甲烷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泄露出来了 二者相浮相成形成了加速气候变暖的恶性循环 一旦酝酿已久的甲烷找到突破口 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外排放,永不停歇 随着西伯利亚冻土层的融化 冰封在冻土层下面的史前生物遗骸也重见天日了 西伯利亚就像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把死掉的动物急速地冷冻起来 于是就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蒙马象,野牛,洞穴,狮,封成了数万年的古生物再次现身了 科学家甚至在坍塌的冻土层当中 找到了几只被封存了4.2万年的线虫 将它们带回到了实验室里面解冻之后呢 其中两条线虫竟然活了过来了 哎呀,西伯利亚永久动土温度正在升高 这是我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嘛 2020年6月,西伯利亚的一个小镇竟然出现了38摄氏度的高温 这比我们国家夏季气温还要高啊 这些画面都再次勾起了人们对于极地动土加速融化的担忧了 北极永久动土到底还能撑多久 北极动物的最后一片家园在哪里 要是再往下问地球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呢